中華職棒季後挑戰賽 樂天桃園跟統一式的第三戰 回到南霸天的臺南主場進行 兩隊各推派洋投先發 世子軍賽前以大比數二比一聽牌 協命初期的是例行賽 勝投三陣雙冠王勝騎士 而一開賽他就進入狀況 只用了十三顆球就投出三上三下 反觀樂天的肯特投的是跌跌撞撞 開局就挨了兩隻安打 而在累局面大學長陳庸基 敲出中外野直擊群隊打牆的深遠長大 一口氣把兩分通通送回家 統一掌握領先 下一棒的新科十二強國手潘傑凱 持續補上中間方向穿越安打 接著另一位學長及人物胡金龍 貢獻四十一級 幫助試隊一舉打彎就有三分優勢 二局下南霸天攻勢在棋 德典春又跑著情況下 陳吉縣擺脫琴兩戰五之零的陰霾 碰出一隻落點巧妙的安打帶有打點 同時也把肯特給打退場 他留下一點二局十四分的慘淡成績單 已經退無可退的原隊決定壓上本土王牌 老虎黃子鵬 他從三局下開始登板並沒有十分 然而四局下卻碰上亂流 求志成發揮安打王本林 又外野的二雷安打出現 帶動團隊用單局五隻安打 攻破黃子鵬 又添得三分保險 領先擴大來到七比零 統一時間統一的先發盛騎士表現神用 前六局的投球讓樂天打線 一隻安打都擠不出來 只靠林晨飛選到保送上壘那麼一次 另外標出四次三陣 讓市隊一路遙遙領先 比賽來到七局上 樂天單局敲出六隻安打 追回五分 讓勝負猶有熟年 目前八局結束 同意八比五 戰得上風 未來的一台綜合報導